提醒民眾呢 開車或騎車要遵守交通規則 否則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被檢舉而受罰 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 統計今年一月到十一月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的數量 受理了五十九萬多件 舉發塵埃 而且開罰的就有五十二萬多件 其中我們來看到 就以違規停車最多是二十八萬多件 而第二名呢 則是變換車道 還沒有打方向燈 有四萬多件 第三名我們來看到是闖紅燈 有三萬三千兩百八十五件 紅線區停車被人拍下來 檢舉不止汽車 機車也一樣 一輛輛都停在紅線區 高雄市違規停車不少 也因此很多都被拍照檢舉 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隊的統計 一百零九年一月到十一月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舉發成案並開罰的 就有五十二萬一千七百件 其中第一名違規停車有二十八萬五千九百五十六件 其次是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 舉發了四萬一千六百七十六件 第三名則是闖紅燈 有三萬三千兩百八十五件 記者實際上街訪問好幾個都說過被檢舉的罰單 同樣也都是違規停車被開罰 雖然這樣的檢舉沒有獎金 不過交通違規行為顯然是很多民眾所痛悟的 交通隊提醒用路人開車或騎車要遵守交通規則 否則一旦被拍到檢舉就是跟錢過不去了 華視新聞 抽菌品輸男高手報導 稍後多五十六件